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孫子市發 隔了一個月,我和Ricky再見大家 見到其實今個月市況都是一個極悶 見到今天,其實港股昨天指跌了 但是這兩天的成交和指數的升幅都是極少 今天看到高了14點之後,一度還要跌超過150點 最後到中午的時候,就掉頭會升 收市就報24740點,升54點 成交額只有1000多億 Ricky怎樣看,現在的走勢極悶 接下來有沒有說有甚麼突破的機會 現在很明顯,今天成交是1000多億 昨天也不多,是1200多億 之前平均是1400至15億 1400至15億,變成1200億 現在是1000億更多 顯示成交縮,興趣 入市興趣不是太明顯 可能跟市況有關 因為去到這些位置都比較尷尬 因為起碼技術上來說比較尷尬 因為24481就是之前的浪底 11月的浪底 就連續幾天了,去到去 幾天都去到2、4、5左右的水平 即是很接近浪底 它又穿,又穿不下去 你看到浪底的魚,真是很厲害 當然每個人都爭取買貨,掃上去 形成一個箱底 也有些人買客,掃上去 但是又數得不多 升上去,又縮回頭 顯示有些位置 大家都知道是投資者 既有人憧憬箱底 但又不敢下進去 淡油,聽說好油 淡油又不敢去到箱底 所以就形成了拉鞋局面 不想不下 只是個別的反法 有消息就躺上去 沒有消息的那些 就偏遠或者靜下來 個別發展 等待真的明確一點 是不是趨勢才出來動 的確,港股這邊 好消息就不見有 壞消息就好像不停地傳來 譬如說科網股那方面 即是說數據稅 即這兩天出來 有傳稅率可能去到兩至三成 看到昨天 騰訊跌了少許之後 今天也有些回升 加上其實今天騰訊 也有一個比較差的消息 就是說工信部那邊 要停他們的APP更新 甚至乎即是說 他們接下來有些新的APP上台 即是要推出之前 都需要經過他們的審查 批准了才可以OK 這個情況還要去到今年年底 例如說這些消息 對於科網股一定是不好的 即是怎樣看 譬如說騰訊這隻股份 接下來又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最近科網股消息 他們正如你所說 真是淡的多 好的少 剛才你說的數據稅 其實還不是真的客人 但是有人提出了 有這樣的建議 一說這樣的建議 市場立刻驚起來 一早幾天就說 立刻就回會了 不同科網股經常去 至於內不時都傳來傳來 約談什麼都經常約 內不時又傳一次 約一約談 今次你說騰訊的情況 年底不止年底 有些報道說不止年底 因為去到明年三月 這段時間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有新的APP 或者更新的APP 都要給公信部先看一看 看完 OK了 先讓你放上去 據報道就是這樣 這是根據《個人信息保障法》 就是內地說法 怎樣保障呢 就是用戶的個人信息 現在說得很… 大家看得很重 內地保障個人信息 不要讓你大數據 或者殺熟這些東西 就對個人消費者 或者個人網民 是有些不利的狀況 一般認為 所以就是保障網民 所以就要先看看 看看你的APP 更新的那些行不行 可以了 即是過了他的關才讓你上去 一般估計 就七天了 七天搞定就可以上去 這肯定是說消息來的 但是呢 昨天出的消息 昨天傳出來 其實是 美市就下跌了 今天又回頭 所以現在其實 互聯網股 或者這類平台經濟股 很多叫法的人 你怎樣叫 新經濟股 都有些怪異的情況 就是很難解僱 去到這位 就是你 主要從淡油的角度 還是不斷有壞消息出來 都好像還有些機會 但是如果從好的角度來說 壞消息出了就出了 就是你 所謂的消息 是事實感 就好了 有些透明的調節 這麼快 可以,你跟著美麗 你在水浩 沒啊 要這什麼 才可以 我可以